家是孩子们的游乐园 是契级的酒修厂 是我的窥客厅 在街里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成长 家再小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家 我的房间是一个大开间 老婆想要自己的空间 想要自己的卧室 小朋友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和玩游戏的地方 房间的面积只有20平米 只够满足一个空间 如何解决呢 我设计了一面移动的墙 用这面墙来变换这个家 我们很喜欢照顾朋友 那这个小空间怎么可以让很多朋友过来一起聚会咯 其实这边是我们可以跟四五个朋友一起吃饭的桌子 还有沙发也可以放一个小餐桌 其实我们一次可以照顾十个朋友 朋友离开之后 那我的小女儿 她们回来的时候 要需要她们的房间 那怎么办咯 这边就是我的女儿的房间 她们很喜欢读书 因为读是她们的兴趣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桌 也很大的书柜 让她们可以放很多书本 小女儿在街边 大女儿就在这边 那她们读书的时候很喜欢一起玩 玩的时候我们就把书桌把它收起来 她可以邀请很多小朋友过来这边一起去玩 玩完之后她们又可以在这个绿板 可以做坨压 她们很喜欢画画 所以希望她们能留下她们的作品在这边咯 玩完之后 她们需要睡觉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她们的睡房 大女儿就睡在上面 我的小女儿非常喜欢跟姐姐睡 所以她爬到上面去 有这个围栏 这个很安全啊 那小女儿睡觉在这边 我们俩夫妇怎么睡觉咯 儿子屏还有一个壁圈 只要把场面把它推到这边来 这个沙发可以变成我们的床哦 虽然是小小的二十坪 但是也有女儿的睡房 也有我们俩夫妇的睡房 我觉得我太太跟女儿 应该很喜欢这个空间哦 多快就可以越来啦 大小�� 不这样子 怎么做 不这样子 你并没有